好 旭文踩場 多倫多現場版第二節 現在開始 今晚節目的嘉賓 就是這個 多倫多中文電台的名嘴 陳銘龍先生 給點掌聲 阿隆剛才說他要講的 現在給你五分鐘 五分鐘不少嗎 我剛才聽到你二十分鐘 這個叫翼文踩場 五分鐘已經會給你面子 多謝 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我問 是我代萬千翼文的 粉絲問 雖然他剛才再三講過 他的立場 不過現在對著鏡頭再講一次 接著上一節 大家都知道 梁柔兩位議員 被人DQ的機會是百分之一百 接著 又到劉小麗被人搞 剛才翼文也講過 他有很大機會 叮叮 即是出了三 起碼有三個 補選的位 我在 梁柔一被人DQ的時候 我已經聽到翼文 在他的網台上講 我們熱土成 不會再派人參選 這個 我是尊重他的意見 不過經過過幾個星期 一個月都有 我收集了粉絲的意見 就覺得 即是你做了民意調查 當然 喂 但待會知道 聽聽聽民意 我講完我的話 不 待會我們開放給台下 也可以 好啊 但不是叫我補選嗎 不用 不用 No problem 你聽聽聽聽 聽眾或者粉絲的反應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叫做選舉後悔症 大家聽不懂 首先 大家聽聽英國 脫歐公投 大家都覺得 留歐派贏硬 支持脫歐有什麼所謂呢 結果 公投結果就脫歐 脫歐之後 結果會搞成怎樣呢 哇 倫敦人 鬼殺金屬 這個投票不算再來選一次 這是第一個事例 結果被這個 否決了 美國會 不要緊 否決了 人民有這樣的意願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 美國總統大選 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選舉結果很合理 一模試一下 你瘋狗贏 即是以前的瘋狗贏 OK No problem 大家都覺得 在選舉之前 民意調查 是希拉利的 不用看標 沒得了 接著 就由他形容 那個瘋狗贏了 嘩 接著有些人 出來抗議 甚至加州的人 說 我不要這個總統 我要毒 但是美國沒有改變 選舉結果 股票一樣繼續升 有什麼大變 你告訴我 整個美國的制度就是 running system 誰做到一樣 OK 這就是美國 好了 講回香港 我們上一節 立法會選舉 很多人 就打算動 閉上眼都贏了 結果瓜德 叫瓜德 不關你的事 關哪個事呢 就是有些人 聽錯了那些 叫做背票的選舉策略 打算他贏硬 當我一票不多 少我一票不少 結果就聽完那些選舉策略 嘩 選多一個第二個 讓這個議會 多一把泛民的聲音 或者是反建制派的聲音 結果選完出來 瓜德 不是他們瓜德 是我瓜德 你不瓜德 大家看到 哇 議會沒有了英文 瓜德 對嗎 當然是 不是 這個我也是覺得 最近我聽了很多的朋友跟我說 唉 議會沒有了黃毓民 簡直就沒有了靈魂 你有沒有看過我在立法會說話 當然有聽 我會針育成都贊你 唉 沒有了最佳的議員 針育成抽我水 選舉完之後 唉 醉有殺傷力 那個回不來 是 多憎恨 真的 他對頭 都這樣覺得 你說 浩敏 在議會的能力 這些不用說 這個很重要 不需要說這些 這些我經常聽習慣 大佬 你不要踩你的鞋 這樣就說 你說這些我天天聽 好了 接著就說 他 所以 我這麼久沒見你們說 我對聽一點 可以嗎 是 這個我對聽 我很多粉絲都知道 我問 雖然他決定了 葉保成不派人出來出來 不過 香港立法會現在是亂局 根本就是 憑龍無首 一定要有這些 中糧署出來撐住 大家說是不是 是 是 聽你 你的粉絲 好嗎 如果沒有你 如果沒有你 只是桌子 其他那些 你為什麼沒有反應 就是 其他那些 喂 先是憑粉出來 再選 其他那些 其他沒有反應 那些就是 他很重情說的 立場 大哥 不是 我 很感謝孟哥 雖然你那些 現在每天都有人 跟我說的 都很煩 但是我想說幾項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第一 我們今屆的選舉 葉普城 與公民 普羅政治學院加起來 乘邦邁 這個組合 這個選舉 其實我們是想推動一個運動 那個叫做公投制限運動 就是我們覺得 現在距離2047年 還有30年 這個是第二個大限 我這樣的年紀 極有可能2047我們看不到 但是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現在那些十多歲的 那些千禧後 到2047 他正當盛免 可能結了婚 有小朋友 但是 如果那個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港人自港 到了2047年這個大限 共產黨收回 變一國一制 那你怎樣 是不是 在《基本法》裡面 有些條文都寫得很清楚 關於那個產權的問題 土地的產權問題 2047之後 可能就要補地價 你買了一間屋 到時要你補地價 是不是 這些全部不可測 另外就是現在那些公務員的福利 或者現行的司法制度 2047之後 會不會出現一個改變 在《基本法》第五條寫得很清楚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這個是《基本法》 你很清楚嗎 五十年不變 我們希望這五十年不變 你香港就掛掉 是吧 那些按揭和各樣 那要怎樣做呢 所以我們提倡過 叫做《永續基本法》 但是《永續基本法》 就是不是你現在的《基本法》 而是將《基本法》 一些對我們香港發展有影響的條文 是要修改 所以我們在選舉文宣裡面 我們有一個公投制憲 答合文寫得很清楚的 那個方式就是我們五區去參選 然後五區當選之後 我們接著就辭職 就進行一次現象的公民投票 就拿一部新的基本法出來投票 那這個如果到時候有百多萬人去投票 那你共產黨接著這個波 你就要回應了 對吧 這個是唯一可以我們覺得 唯一香港有出爐的 你目前民主派這種和你非非又不行 你相對比較激進的那些 又不行 那你只能夠用這個辦法 你說港獨 我從來都 在我網台都說 我是不贊成香港獨立的 OK 但我不反對年輕人提港獨 這個是言論自由的部分 還有這個是2047年之後 香港願景的一個想像 作為一些年輕人 他是有權去提的 提香港獨立 反而我們是沒有權去反對他 因為我們這樣的年紀的人 你憑什麼去反對 你憑什麼去為我們的下一代 或者他的下一代的前途 去設計藍圖 以及說不准別人說港獨 對吧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當然在現在共產黨 一黨專政極權統治之下 是吧 強調這個國土不可以分裂 他一定是打你的 必然的 這個是 但你不可以因為這樣 原給他提的 是吧 其實到今天為止 香港都沒有港獨 我現在告訴你 都是停留在那個 年輕人的言論時候的層次 其實最明顯的 只不過是香港大學的學生部 在2014年、15年、16年先後三個莊 都說香港獨立 OK 他們提出那個香港民族論 就是說 2047年之後 香港是應該要獨立 但是那個 所謂香港民族論 都是不太成熟的一個論述 反為陳雲的乘邦論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是支持陳雲的乘邦論 裡面的具體的一些構想 我未必完全贊到 所以我在去年的立法會 我已經提出一個 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的動議辯論 結果是被否決 這個必然 我們是提出 是由香港人去修改基本法 我們這次公投制憲 這個運動 民選基本上都是以我 在立法會提出這個議案 那個論述來做基礎的 所以我們的選舉 基本上就是一個運動 但是這次選舉是失敗的 雖然我們拿到十五萬四千票 五個區加起來 但是我們只有一個人當選 其他的都是高票落選 我們和民主黨 一個老大的政黨的比較 他是拿十九萬票 多我們三萬幾票 但是他拿五席 這個就是你剛才說的 配票成功 有一個雷動計劃 對吧 有肥佬黎這張報紙幫忙 他拿十九萬票 他分到五個席位 我們拿十五萬四千票 第一席 你可以說我們低估了那個雷動計劃 低估了民主派那個配票 其實我在選舉後 就是當日 開票之後 我們開記者會 我們是承認這個選舉是失敗的 承認這個公投制限是失敗的 所以我們解散這個 以保證這個選舉的聯盟 我們會換一個方式去繼續推動這個運動 就不是要走進去建制 然後通過這個辭職 補選這個方式 因為你已經是失敗 選到一個 哪有一個 哪有一個辭職公投 對吧 你一定要五個 五個辭職 才能全香港一起 有得投票 這樣才是公民投票 等於我們2010年 搞個五區公投一樣 對吧 那結果就失敗了 那至於選舉失敗的原因 當然我們自己做了很多檢討 你剛才說過其中一個原因 我自己內部 我們檢討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我們輸了給共產黨 輸了給共產黨一個強大的選舉機器 不是輸給李雷洞計劃 OK 那這個當然我們看回票站的調查 看回最後那個票站投票結果 我們看得到 譬如我那個區 我上一屆拿了三萬八千票 這一屆只剩下二萬票 為甚麼會不見了一萬八千票 那這些我們內部會做檢討 那我答覆這個問題的時候 今天借這個機會 詳細地說 為甚麼我們不會參加這個補選 第一 因為我們的選舉 本來就是一個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的運動 是不是 那我才去參選 原本我自己的人生的規劃 就是我做立法會 我是做兩屆的 無論我是社民的時代 我和社民連那些同仁 我都是這樣說 到人歷時代 我都是這樣說 我是做兩屆的 我們在上一屆 已經要推王陽達 陳志全 那些進去議會 結果只有陳志全 進入王陽達 那些人不做 是不是 所以 我參選的目的這一屆 是要推動這個運動 那你現在叫我去補選 那是甚麼呢 是不是 這個是說不通的 這個是跟我當初參選的目的 是相違背的 那你去參加補選 你只是為了個位而已 又不是 或者有些人覺得 你在立法會比較有殺傷 你又頂住 那樣 但是我們當初參選 不是這個目的 所以我是不會去參加這個補選 第一 第二就是 我自己在這個選舉 完了之後 我們重新去調整一下 未來的發展 那我們已經做了很多 很多籌備的工作 譬如我們現在 排隊有很多事情在做 我們要多開一些新的節目 譬如《毓民提爆》 這個也是一個新節目 明年年初我們有一個 叫做《毓民會合室》 是訪問一些名人的 不講政治的大部分 那也是一個節目 我們整個台是商業運作的 現在我們收月費 其實都很穩定的 我不知道 多年多有多少人給月費 因為我們在PayPal 都看到海外的情況 加拿大 在海外來說 算是最多人給月費的一個地方 所以都在這裡很多謝大家 這個節目 68.9而已 這個節目 是吧 價值十多元 現在價值值最低 5.7元 所以十多元 希望大家會支持 所以我們會 將很多的時間 放在MyRadio的發展 因為這個網媒的作用是很大的 另外一個會出 另外一份網媒 在過了農曆新年之後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在訓練 雖然香港的政局 我們都覺得是很 令到我們覺得是沒有什麼可惡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這麼消極的 所以我們會積極去訓練一些人 將來參選也好 或者做議員助理也好 或者從政也好 我們會在外面開始 上半年開始推動 開多些班 這是我們的規劃 現在MyRadio 經濟的情況是很穩定的 因為我們的月費計劃 是很成功的 這個月費計劃不是強迫性 你要交月費才可以聽節目 你不交你也有得聽 是不是 你看到那些自願願交月費的人 原來可以幫到我們的營運 以及令到我們每一個節目的人 都有錢收回 甚至乎可以說他們的節目主持費會多於你的 OK 很棒 他一個星期做一個小時的節目 那幫年輕人 有些一個月拿到七八千元 就是一個月做四個小時 是不是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incentive 令到他們會將節目做好一點 所以我們會花多些時間和精力 就是在發展的網絡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理由 我們不會參加這個普選 至於很多支持者 或者我有時在街上見到的人 都會跟我說 今晚去選吧 大哥這次正在贏 選舉正在沒有贏 OK 我們這次的選舉 當然今天都不適合 場合和大家去講一些 關於選舉的一些問題 因為其實都很鬼的 如果我要講得深入一點 那些人說 輸了你一直賴 我們輸了之後 我叫人不要賴 輸了就是輸了 政治就是這樣的 是吧 又不可以毀過於人的 所以我當時的說法就是 我們努力不夠 對我們的支持者 就辜負了他們的事 我們會換過一個跑道 去繼續為香港的前途去奮狗 只能夠是這樣說的 OK 我們沒有放棄的 因為選舉或者議會的席位 那個不代表 你是可以有很大的空間 去跟共產黨繼續鬥爭 你跟共產黨的鬥爭 要用時間換取 去空間 要把這條戰線拉長一點 所以對於這兩位小學 計的那種做法 它是令到大局受到破壞 是吧 共產黨提早去操控你 給一個藉口 給一個理由 是吧 當然 沒有這兩個人做這種行為 共產黨都是加強對香港的政治操控 是吧 但是至少我們的空間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是吧 你現在看看整個議會裡面的反對派 是什麼來的 天天你有什麼做 你告訴我 開了兩個月會 現在 一個議案都沒有通過 是吧 那些民生問題 那怎麼辦 是吧 譬如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那五絲十四局 我們拔了它下來 拉布 是吧 各樣 就是對政府都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徹制 是吧 現在他跟著板橋條 他繼續提 其他那些法案 他繼續提 他人多 細重你都沒得搞的 如果DQ 這個劉小麗 這個民主派地區直選 由19席變回16席 然後對加17席 分組投票議員的議案 全部 你都沒有機會 他提的那些 全部都過得 當然議員的議案 是沒有約束的 唯一一個有約束力的 就是議事規則的修改 因為那是屬於議員議案 我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八年我都坐在議事規則委會 就是不讓你動 不讓你修改議事規則 因為那個如果提到大會 要分組投票 現在你DQ了三個 分組投票就輸了 有些人說 23條來到實通過 那不用DQ三個 23條都通過 因為23條的表決 是用這個 simple majority 一個半數就搞定 他不需要三分二 你都是關的 另外一個形勢 就是整個議會 建制派已經完全是可以操控的 政府也不需要給面子 那些非建制派 你看長毛搶的文件 他現在沒有警署 是吧 扔夠午餐肉而已 馬虹哥就報警了 是這樣的 現在警察就殺入來了 清田新政那兩個人衝進去會議室 接著的警察就殺入來了 而且他的助理準備 被人控告也可以 議會的主權已經淪喪了 所以我剛才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這件案子 我一定要上訴 是吧 我在議會裡面扔一隻杯 是吧 是要羞辱你梁振英 結果你告我普通襲擊 然後罪名成立了 判最重的 判了今兩個星期 這些通常罰不夠水 是吧 那這個是一個抗爭 那如果我不去上訴 接著要坐兩個星期 接著以後你長毛 或者其他那些年輕人 那些要在議會裡面搞磁體抗爭 分分鐘被人控告 我為政太強 是吧 所以我是 其實我們現在計過 打這單官司 最少要花100萬 那我就拿不到法門的 我入職 那就是要砌 是吧 那當然了 如果我老婆最好 你坐兩個星期 100萬給我吧 最冷靜的 說完事後輪到我說 我回答你的問題 你很詳細地回答你的問題 我是不會參加補選的 是吧 第一個就是 那個是一個公投制憲運動 我們要去參選 那個公投制憲運動 已經失敗了 那我一個人去參加這個議席的補選 當你贏了 那又如何呢 是吧 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是不會去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個人的理由 那不是個人的 因為我們要搞好 My Radio 還有要 這個不要來政治學院 要開班 那我要花點時間去 還有我現在重新寫稿 我現在學書入法 我以前用手寫的 是吧 現在你現在不懂得看我的字 以前都沒有人懂得看你的字 我打你的那篇稿 已經挺辛苦 哈哈 但是至少你也打 有人打 我最高紀錄的時候 每天寫四五個專欄 是吧 那現在我又寫回稿 寫回文章 是吧 OK 輪到我說一下 第二個問題 大家 星光牌有沒有 上個禮拜六 有沒有聽到 香港的六合座 開些什麼號碼 哈哈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沒有六八九 總之你踢走六八九 你買一字十 你又發達兼有運行 有很多人 但不是奇奇那樣 當然啦 奇奇那樣就發達了 奇奇那樣就酸到你腐掉了 OK 現在出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是天機 是天意 還是人心所向 顧問論是怎樣 六八九 一定會爭取連任 這個大家都不能否定 他未必一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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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他未必一定贏 現在有胡國興 就是田大法官出來選 沒得選 胡志偉 還有黃志偉 黑馬 那兩個女士 一個就是葉劉淑 一個就是林鄭 就說她 我退休什麼什麼敢言 是吧 好啊 不過無論誰出來選 現在都未有真正的競爭對手出現 我想請教一下憶民 在這麼多的叫做什麼 疑似人選裡面 你覺得哪一位當選對香港的好選 我想你也知道我立場 我反對小英主選舉 是 2007年這個梁家傑在選 我們示威是針對她的 她說有得選西式老闆 我選一條毛 你有得選嗎 1200人去投票你選什麼 那有得選嗎 1200人裡面有一千個 基本上他可以完全控制 1200個選委怎麼選出來 一千零三十四個是可以投票選的 另外那些是當然委員來的 是不是 立法會議員七十個是當然的 三十個港區人大 是當然選舉委員 不用選的 OK 剩下我們是一千零三十四個要選 而這一千零三十四個要選的裡面 有三十幾個組別 其中有超過二十五個組別的 就不是一人一票選的 OK 是用會或者公司來選的 那些也不用選的 就是協商誰做選委就可以了 李嘉誠旗下 是吧 那他有多少票 他作主而已 是吧 那好了 現在出現的情況就是 即使這1200個選委都好 他都未必可以共產黨操控 現在有些人會這樣看 因為他們很討厭這個梁振英 現在的建制派都很討厭他 是吧 所以有些人 梁振英正在死 不是 你聽我說先 還沒說完 結束 你就是要 共產黨作主的 是吧 這個選舉結果 他一定要預知的 他不能夠 不預知這個選舉結果 你明白嗎 無論是誰出來選 非建制派是不用想的 民主派 譬如說 你何俊仁 不是做陪跑 梁家傑陪跑 沒有必然的 然後你現在再找個余弱媚出來 都是陪跑的 所以我估計 民主派就不會推人出來選 但他會爭取選委 即是贏多選委的席位 他拿著 譬如說 他拿到200個位 那在1200人裏面 有六分之一 那他就拿著籌碼 可以跟你 那些候選人講數 對嗎 譬如說 如果你多過兩個建制派出來參選 那200票 是不是可以做王 純粹從一個小選舉裏面 那些選舉委員 可以按照自己自由意識的投票來講 那200票就影響很大 就是泛民主派可能是這樣覺得 是吧 但實際情況就是 阿爺會吹雞的 譬如上次梁振英 僅僅拿到689票 過半數 是吧 那就是因為臨時 其實在選舉 去到最後一個月才決定的 是吧 就換人了 但是有些人都不就法 譬如李嘉誠 走出來告訴別人 我投了給你 唐建源 擺明就是 跟你不妥 不會聽你說的 是吧 民建源原本是要支持 韓英蓮的 說好的 那我贏了禁制 木局局就投了給梁振英 傳票 是吧 漁龍界啊 新界那些香薪啊 但是今次新界香薪 已經說得很清楚 一定是反梁振英的 因為你要剝奪那個丁權 OK 譬如這些呢 其實現在比上一屆複雜一點 你看一下 由第一屆建華署 第二 到這個 爭撼權穩 到這個梁振英 完全 北京都是可以操控的 但是這一屆有些人 就會有一些主觀的願望 就是說 這個人做得這麼壞 搞到香港 社會撕裂 那可能北京呢 那些領導人 就覺得 唉 再給你做不行了 那可能他 即是他們有些人 譬如一些建制派 我跟他談的時候 就是反梁振英那些建制派 他就說 唉這次他沒得贏的 如果 莊珍出來選 曾俊華出來選 那些選位 當然是投給曾俊華 怎會投給你們林振英 是不是 那他就算阿爺吹雞 說不行 一定要選梁振英 他們就不聽你說的了 那這些是他們的主觀的願望 究竟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的是 對手最強一定是曾俊華 曾俊華 曾俊華一定通過 香港的民意 向北京施壓 一定是這樣 即是說 他那個文目 譬如上次梁振英也是 那個民意調查 他高於你桃園年很多 那 喂 當然你那個民意是怎樣來的 就是因為他禪建 是不是 那個地下皇宮出現了之後 接著就死了 是不是 原來後來發現這個契弟 自己都有禪建 是不是 所以他來立法會 第一次答問大會 2012年的12月 我就羞辱他了 我說我不會叫你梁振英先生 我也不會叫你北手 我會叫你六八九 因為小燕子選舉只有六八八十九票 六八九是甚麼 我可以改的 OK 在法庭中說了 我說你是一個人甲卑下 喜歡說謊 沒有成熟的人 有甚麼資格 對治香港 這個就是 即是當時 他發現 北京不給胡蘇珍 現在直播 現在直播 走開 不要搞到陣 現在綠燈 他講了一個最新的消息 給我聽 OK 有個年輕人聽到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北京已經向曾俊華開了紅燈 不是綠燈 但這個是沒有正式公布的 說北京是不會公開講 用官式的 我不讓你去選 沒有可能的 大哥 這個是 你現在聽到的消息 就是你可能在桌底聽到 習近平說話 是吧 或者他在中共常委開會的時候 他是不可能在政治上 沒有可能公開告訴你 喂 喂 你不要去選 星島就出了 不鼓勵 沒有可能 是不可以說這些 他只是會在地下操作 是吧 他有甚麼可能公開 你不要去選 這樣 嘩 那你還不輿論嘩然 你現在拿人說 講這些話的人 一定是梁振英的人 是吧 是吧 很簡單這個契弟尊重這些東西 是吧 你如果 你爭取華 一宣布參選 他就搞你爭取華 所以林鄭月娥是不會去選 是吧 你想死 是吧 喂 那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假如 曾經說自己一個得益 我也是 不太適合做這個位 你猜曾玉成會不會上 曾玉成當然很上 你看他很高調 有做電台有做電視 有天天寫文章 整天在那裡抽這個六八九水 是吧 又要搞這個支付 是吧 我覺得曾玉成是會幫曾駿華抬轎的 是 如果你問我 即是如果曾駿華做特首的話 曾玉成就可能會做行政會議 的召責人 這個我不知道 我意思是在選舉期間 譬如曾駿華出來說我要參選 宣布參選 曾玉成可能就會幫 變成他會有多點土共的支持 對曾駿華來說 有些人認為他比較沒有那麼好處 就是什麼 第一就是 他在美國留下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現在梁瑩那邊 就一直在吹風 就說這個人是信不過的 中央不信他的 因為他有點鬼鬼的 對不對 但是我又要反問他 如果共產黨不信他 怎麼可以讓他做十年財政司司長 他拿著幾萬元在手 你歷任的特首對財政稍微有些認識 都是曾蔭權 其他那些真的是任他所說的 拿著那塊錢 你明白我說什麼 是不是 那怎麼會讓他做十年財政司司長 拿著幾萬億的外匯基金 現在九千多億的匯商 一個財政儲備 是不是 你怎麼會相信他 但是整個財政政策是他決定的 梁瑩那是完全不懂得財金的 所以他們兩個是沒有交集的 他們是好笑的這兩個人 你明白嗎 是吧 就是不字面左左 但是沒有交集的 因為他做的事情你又不懂 是吧 而且是有個軍工 所以曾俊華你說 北京不信他 當然是講忠誠 那好了 你現在北京是要一個 就是共產黨 不如找一個共產黨員去做 對不對 那不是一國兩制 所以曾六成做不到 但是所以梁振英 他即使是地下黨 他都不會承認他是共產黨 是不是 這個對國際社會 或者對整個香港 他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如果告訴別人 我是共產黨 那當然 我現在 即是他一當選 我就說他是共產黨 所以我就操去中聯辦 帶著幾千人去示威 是不是 他都未正式就任 我就叫梁振英下台 他就被人罵我 你怎麼還沒做 叫人下台 泰國克服 這個就是2012年3月 他當選之後 當日 我是操逼操耐中聯辦 是不是 我認為這個是共產黨治港 正式是宣佈共產黨治港 如果梁振英做 但是現在的形勢其實是很複雜的 我就不會做一些 就是 事前預測 然後到時做了燈 是不是 但是我又不會做事後空明 我會把我搜集給他知道 就是拿出來分析給大家 就好像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給大家多些參考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真是曾俊華出來選 那1200人去投票 如果阿爺又不是說很堅持 不做一些很難看的事情 那我想他都很難贏 這個曾俊華 這個大家各不覺得是一個信 好了 就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小圈子選舉 誰做到一樣 咦 剛才他講完這個問題 我突然想起 就是那個 有傷一點 沒有那麼傷 那意思 是吧 尤其是你也要聽北京講的 我突然想到一個人選 如果這個人 北京都開六燈的話 香港真是有救 兩個月前 年月珍在他那篇文章裡面說 不如叫我文章來選特首 嘩 如果這個人真是選特首 香港文明有救 你自己說吧 認真寫那篇文很長 嘩 嘩 那篇文很長 然後 我回應他 我回應他十二個字 這麼長 十二個字回應 就是 練老浮上聯偏 抑聞敬謝不敏 嘩 這意思就是 你又想多了 阿高 對不對 浮上聯偏 想多了 你 我呢 就是 我這個節目可以說粗口 多謝 好啦 多謝各位聽眾 我們這個節目完了 什麼這個節目完了 什麼這個節目完了 九鐘了 這個節目已經 多謝阿隆哥 多謝大家 OK 拜拜 平時這個節目很多錯 我今天只有一對 你給我說 九鐘